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中文配音社团 你下次再带我玩飞天 能不能事先准备点晕射药 我真的快赶上孕妇的人身反应 有那么严重吗 为了减少你的不适感 但我还特意蒙住你的眼睛 不然这样长剧烈的颠簸 兴许会直接要了你的命 说得好听 你蒙住我的眼睛 还不是怕我知道回叽叽的路线 叽叽到了没 快打开我的手铐 再把这该死的黑眼装拿下来 我觉得你这样看起来比较温顺 那双漂亮的眼睛和杀气疼疼的眼神 实在太不打掉了 你放开我 大门在哪儿 过来 我牵着你进去 本少爷不需要导盲犬 大门在哪儿 我自己会走 右转五米 可是不让我牵着 你会摔跟头的 老子小脑比体操运动员还发达 摔你姥姥的跟头 真的要是摔跟头 分明是坐上跟头员了 快摔成肉饼不可 救救救救命啊 救命啊 好了 没事了 滚开 滚开 这个变态 我迟早弄死你 那个胡不贵现在 有没有感应到 接近的位置啊 赶快来一把龟灵膏 给这帮孙子歇着火 免得他们继续嚣张 怎么样 胡队 找到苏青的信号了吗 没有 那个蓝印带着他往东边去了 离开三百公里左右 我就无法只去的 捕捉他的信号了 敌人肯定在基地附近 设置了机动屏蔽中置 您说的那个方位 共有七个可疑区域 我们马上派遣无人机 前往搜查 好 冯兄 你在哪 胡队 我已经回总部了 正在寻找那个蓝印的资料 有收获吗 他在周围的天网 都受到了严重的信号干扰 没能记录有效信息 不过您最后 用纳米监控装置 拍摄的画面很清晰 我正叫人进行数据比对 如果他成为蓝印后 没整过容 应该能查出线索 好 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 结果只需要告诉我一个人 是 您放心吧 苏琪 坚持住 我马上救了救你 一只声中文配音社团出品 PRIST援助 现代科幻单媒广播剧 终极蓝印 第三期 刚刚在悬崖上还是夜晚 怎么这么快天就亮了 我觉得这只四元狗 在路上飞得挺快 难不成跑为一场夜 那我怎么一点都不困呢 你怎么一直懂得希望呢 在找什么 这边树林都是你们的地盘 嗯 居然能承包这么大一片地 你们在林夜局有人吧 你在找逃跑路线 别费力气了 那样只会让你死得更快 什么死法都比被你活活玩死强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就那么想死吗 可是我现在 有点睡不得让你死 放开我 变态 陈琳 你怎么才回来 使回这放火了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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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别杀我 别杀我 天风 天风你怎么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他给蓝宁关书的太多幻想情绪 已经精神失常了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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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没事的 别怕 我不要 我不要 陈琳 今天的盛宴 你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擅自离场 我吃饱了 没有师祖就带着宠物出去散散步 糟 你以为你在吃自主菜啊 就因为你擅自离场 导致我们人手不足 李固才会被桂林队那帮狗砸碎打死 其他人也都受了伤 李固 就是那个一型兰烟的傻大个儿 程教授就是他的灰影 这混蛋一死 程教授就有救了 哼 我后来不是回去支援了吗 不过 我也没想到损失会这么残重 你这个领导 是不是该反省一下 你 是徽章 都是自己人 别乱了 他可没把我们当自己人 程连 我问你 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的小灰究竟有没有脱离过你的视野 他想拿我开刀 按我规定 离开监控的小灰都得处死 程磊 你还想护着他 我只有这一个小灰了 还得靠他清理反向清雪 你想杀他 除非先给我找个新的 你 我奉劝你一句啊 耍微风前 最好先确认一下自己的能力 你 原来 你 原来司令狗人在追寻蓝艳里写草最长的 这种自带五毛特决的BOSS 我连接二十年也打不过啊 够了 你们别死相残杀了 郑博士马上就要来基地巡视了 最近大家就尽量消停点吧 侍慧张 你的小灰好像疯了 你看 你躲出去埋了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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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人带回去 看样子还能再有一次 看样子还能再有一次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你们放开我 天鹏 你们放开他 天鹏 天鹏 你老是呆着 你个混蛋 喂喂 清理你干嘛 你放开我 跟我走 天鹏 你只剩这一个小灰了 省着点用吧 我知道 这四眼狗怎么了 眼珠里突然猫出好多血丝 走路姿势也不太堆积 难道像长江秀说的那样 反向警局超标了 蓝影没有完整的能量代谢系统 如果反向情绪堆积过多 身体的机能和精神状态 都会出现异常 外部特征是应激变暗 眼球充血 还会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 如果你身边的蓝影 出现异常症状的话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 基地给蓝影准备的住宅区 这栋房子是我的 之前我收过 这次任务完成 你就不用回灰房子了 二楼最左边的那间是你了 去看看 你 finer时 没 critic 虎脖怪那混단怎么还不来 都两天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想放长线钓大鱼 就这一功夫 左头巾都钓进来了 他们还在磨蹭什么 四眼狗的状态越来越诡异了 北京盯着我的表情 就像头饿狼 我不能再跟他待在一座房子里了 还是逃走吧 我好像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转去 怎么都跑不出这座树里 难道月上鬼打墙了 方秀 你那边有发现吗 胡队 我们仔细搜查了三号区域 没有发现 继续往临近区域搜索 是 这两天我们逐格排查了 苏青失踪地点附近的 可疑区域 都一无所获 难道是那个蓝蝇 发现了我和苏青见过面 所以故意布了什么局 扰乱我们的侦查 快逃出去 逃出去 是苏青 他果然在这附近 可这一带都是寸草不剩的荒原 如果他就在这里 我怎么可能会看不到 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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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感觉到吗 胡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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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 苏清 他明明就在这里 我怎么找不到他 胡不贵 这个王八蛋到底窝在什么地方 你在救谁呢 张大师 这人 刚刚吃过这小胡不贵 没留神被他发现 苏清遇到危险了 他被什么人抓住了 苏清 苏清 原来是这样 你把奇怪的人引到这儿了 不行 不能被他发现我和胡不贵有联系 不然这全完了 胡不贵 你快走 快走啊 苏清 这个情绪波动 是你啊 你居然能和灰印建立起感情联系 你也是蓝衣 是极致苏清的二性蓝衣 我忘了他的感情和我们是相同的 真是大意了 真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找到我 不行 被抓回去就死定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他们正向北面移动了 多多 想被嚼死了一样 是 石油虫 我在五号区域 刚刚 刚刚发现了苏清的信号 可是在追踪过程中 突然感到头部距离的疼痛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敌人的干扰部 胡队 您快退到安全区域 否则 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苏清他 再待几分钟你就明明了 拿什么救人 先撤退吧 既然已经找找到区域 我们就可以集中人手搜查了 很快就会找到他们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苏清 对不起 你可千万别出事 再等等我 等等我 放开 放开我 你这个四眼变态 想干什么 你靠 你是不是把船摇到维生素吃了 老子可不想被你这个四眼狗咬 他下楼干嘛去了 脖子弯脑袋 回来再接再厉吗 老子的针槽再不知些 也不能白白交给变态啊 干脆 干脆 干脆下楼去找他拼命 这回一定要给他来个鱼丝网破 大不了十八年后 又是嫌好汉 他在给自己做说什么 难不成 那针管里装的 就是传说中的清理剂 清理剂可以抑制蓝蝇体内的垃圾情绪 不过治标不治本 随着药物剂量加大 蓝蝇会越来越容易失控 药效也会越来越短暂 最终的结果就是精神崩溃 原来这几天 他一直靠磕药一直反向情绪 为什么不用我这个现成的垃圾桶呢 呸 在想什么呢 难不成阿盼就被他玩死了 苏青 你过来 怎么 你怕我 这 谁 谁会派你啊 我过来了 要单挑吗 你先起来 你看窗户外面 那些别墅像什么 像笼子 专门管你们这些畜生 嗯 没错 我们本质上和小灰并没有区别 都生活在笼子里 区别大了 我们是人 你们是渣 你知道 什么叫乌托邦计划吗 不知道 别告诉我你们是为共产主义愤怒的人人之士啊 虽然我文化水平和小学生差不多 也不受这种忽悠 人类社会发展 离不开能源 可自然界的能源有限 绝大多数人类 又是对社会发展毫无价值的废物 迟早会像寄生虫一样 吸干我们的星球 而某一天 乌托邦计划的策划者 发现了情绪能的存在 这种能源强大高小 还不会给环境造成任何负担 他们把能够使用情绪能的蓝印成为新人 提供能量的灰印作为旧人 把这两种改造 视作人类的终极进化 想以此为基础 改创全新的世界 那不就是人是人的世界吗 到时候 社会将不会存在阶级 国旗 民族 种族这些区分 只有两个种群 蓝印和灰印 用最少的生存资料四样灰印 再靠灰印为蓝印提供改造世界的能量 策划者们 认为这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 放屁 想出这种计划的人 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看他们只是想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野心 你们这群蓝印不过是他们的工具 实验品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不知道 这个标记有时候让我想起盖上合格标志的猪 猪可以吃多种饲料 我却只能以回忆为时 你 你别乱来 放心吧 我还不想让你死 不过我现在对自己的辞职力不太自信 天亮后 你就回灰房子去吧 还有那个户不贵 我会替你保密的 许如愁 探查结果出来了吗 蓝印基地究竟在什么位置 所有探测装置 一进入这个区域就会全部失灵 敌人的干扰波太厉害了 目前还没找到破解办法 苏青已经暴露了 基地里的灰影都有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 你给我抓紧点 是 喂 冯兄 你那边有眉目了吗 胡队 我调取了全国各系统的所有资料 都没找到线索 这怎么可能呢 就算他整过容 也不会连一点蛛丝码就都找不到吧 各大医院的病历库 都会交到公安系统备案 还有海关出入境记录 新旧身份证登记记录 这些你都查过了吗 都查过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已经向国际刑警求助了 如果那个蓝印不是外国公民 就只有一种可能 我知道了 先等那边的消息吧 假如那个蓝印是我国公民 却清除了一切资料 那就证明熊将军的判断是对的 蓝印组织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了政府部门 桂林队里说不定也有内鬼 陈叔叔 苏秦 你回来了 苏叔叔 偷偷乖 叔叔没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苏秦 赵小姐 你看见田芳了吗 我刚才找了一大圈都没看见人 他去哪了 他 你们 怎么这种表情 苏叔叔 田叔叔他死了 什么 上次他跟蓝印去狩猎 回来以后就疯了 当天夜里 就在房间里 用床单上吊字渣了 我们以后也是这个下场吧 不是疯就是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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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别哭了 有叔叔在 不会死 可是 可是那些坏蛋都好凶的 你能打败他们吗 能 能 叔叔还藏着一件外挂没使出来呢 过去年找到机会 就打到他们落花流水 然后带着你和赵姐姐 成爷爷一块逃出去 来 跟叔叔吃洗脸 看你 都哭成小花猫了 男孩子胆子要大一点 大概内容就是这样 我都是听姓陈的四眼口说的 不托邦的老板 就是个反人类的疯子 跟我估计的差不多 沉迷末日论的人 迟早会走出这一步的 谁沉迷末日论啊 叔叔 你认识那伙人 不不不 这也是我的推测 一般只有末日论者 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手段 改造世界 他们想把地球改造成养猪场 让蓝印做猪 我们灰印做猪饲料 我真活于火腿公司 是他们的赞助商 不不不 他们的研究 不会到此止步 他们还在寻找 更高级的物种 那是什么 一种不依靠灰印 自身完成代谢的高级物种 可以称之为 终极蓝印 我想问个问题 陈磊 您认为那种物种 有可能存在吗 你来到什么 我是来向程教授 请教问题的 你别一见我就诈我 偶尔让我看看 其他不一样的表情吗 翻白眼你要看吗 今天一整天都没动静 看来这变态真没搞谜 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不发归灵队找来吗 程教授 能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吗 你想问中级蓝印存不存在 我的答案是 目前不可能存在 因为相反的情绪 会相互粘连 无法从一个人身上 单一地抽取 它们像两条螺旋性的基因链 必须沉对地出现 所以你在吸取情绪能时 必然连同反向情绪 一块儿吸收 消耗情绪能时 却不能排除反向情绪 离开了灰印 就势必无法存活 看来蓝印 注定是失败的实验品 虽然强大 却必须依靠 比自己弱小的灰印存活 这和吃五股杂粮 微生的普通人 有什么区别 我只是说 目前不可能 有一种没有实验支持的假设 可以论证 终极蓝印的存在 什么 假如一个蓝印 有一对能够互相撬动的能量精 实现以自身情绪为能源 那么 终极蓝印就可能存在 我刚才说了 相反的情绪会同时出现 相互依存 如果一方减少 而另一方不变 减少的一方 会源源不断地自行补充 那么 就好比一个生物涌动机 既有了取之不尽的情绪能 又不会受到外来反向情绪的伤害 哇 这不明觉厉的感觉太牛逼了 程叔叔真是个天才 完爆无托邦的神经病啊 程教授 我 程琳 你给我出来 手隔张 你别冲动 程琳 外边来了很多鬼灵队的家伙 正在四处搜查我们 你说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这种情况 不是应该回去问保安部吗 保安部已经调看了监控 昨晚你和这姓苏的小子去了南边的树林 今天那帮狗崽子就找上门来了 我说圣燕那天你俩的行动怎么鬼鬼祟祟的 问题就一定出在你们身上 你有权利回来 但没有理由要求我配合 我会创造理由的 用我的拳头 休想逃 给我回来 想打架也挑个宽敞的地方不是吗 妈呀 两个人都飞来飞去了 好莱坞也拍不出这么牛逼的特效 陈琳 今天就让我们来瞧瞧 谁是这基地里的最强蓝印 让你特地出气 想法很不错 可是能力呢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天空怎么一下子全黑了 什么玩意儿 天都被他们打碎了 那是人造天墨 原来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密闭的仿真空间里 周围的自然环境都是人工制造的 怪物的来这以后天气变化都那么有规律 昼夜时间也和外面不一样 原来是人造的 那天回来是我摔下悬崖 不知是因为基地建在地点 所以我无归他们才找不到 混蛋 混蛋 混 混蛋 你觉得蓝印是什么 你 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高级猎手 还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强兵器 很遗憾 这两种都逃不开弱弱强势的法则 任何一种新文明实质上都是用一种压迫 取代另一种压迫 这就是人类永恒的悲哀 现在后悔成为蓝印了吧 既然你认为你能杀了我 那么被我杀死也理所当然 不是吗 陈灵 住手 陈灵 放了石灰杖 郑清华 那个人是谁啊 怎么跟幽灵似的 刷的一下就疲空出现了 那是实体投影 是一种先进的通讯设备 是假象吗 这帮人怎么这么多黑科技啊 陈灵 我说过 不管是蓝印还是灰印 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 你包庇灰印联络归灵队的事 我全知道了 现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造主想收回人类的生命 还用得着问对方的意见 那个男的就是无头帮的老板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更欣赏你善于思考的优点 你这样的优灯品 不该被白白消 我想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 看你愿不愿意尝试 你明知道 我没有选择去 刚才你和程教授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我想实践一下他的假设 你想让我当实验素子 我想让你 成为终极蓝印 希望能如你所愿 去向你的小猫道个别吧 用蓝印和灰印之间独有的方式 不好 这个蓝印的反向情绪堆积过剩 小苏快逃 他想拿你代谢 放开我 放开 苏星 我早就想告诉你 你其实挺对我胃口的 我警告你 你过远点 别过来 二星蓝印对情绪的敏感度 比一般蓝印高 每次和小慧建立情感联系 我都觉得我们的脑电波 像共同了一样 这让我产生一种相依为名的错觉 尤其是你 苏星 你知道吗 我甚至以为 我已经爱上你了 不管是真实还是错觉 现在我都必须用你 不要 带一些反向情绪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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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 还没有回忆能够活过两次待避 他们通常不等能量经爆炸 就会死于强势的外来情绪的侵扰 飞上这种东西的感染力实在太有杀伤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王八蛋 太对了 苏星 你怎么了 苏星 不对 好消息 敌人的干扰波突然中断了 我们在东北15公里处 发现了一个直径7.8米的地面坑洞 蓝印基地很可能就在下面 好 方兄 通知各小组 向徐如虫发送的坐标出发 是 胡队长 是 是 那个蓝印 大鸣鼎鼎的胡狼 真是幸亏 苏星呢 你把他怎么了 他还活着 不然我也不能介入他和你的感应 甚至与你对话 不过 如果你们不能在半小时内赶到 他和其他回忆 恐怕都厚不成 你们要放弃基地 胡队长 你这么认真卖命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客进职守还是别的原因 为了消灭你们这群反动分子 好 可你所追求的正义 不过是建立在你的主观人之上 并不一定正确 就像苏青 只认为我是个疯狂的变态 你再敢伤害苏青 我就杀了你 放心 我比你 更希望他能活下来 我 叔叔叔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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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叔 叔叔 叔叔 太好了 他紧了 叔叔叔 诚叔叔 突突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那只死眼狗呢 蓝莹那群王八蛋的 怎么回事 外面有枪声 陈灵已经离开了 剩下的蓝莹也在陆续转移 外面在屠杀灰影 基地很可能遭遇到了袭击 他们要把我们处理掉 袭击 是桂林队 是政府的人 他们来救我们了 程叔叔 我们快找地方躲起来 坚持到他们来就有救了 叔叔叔 蘇青 你身体很弱 别乱动 我们扶着你走 程教授 我们 这躲到什么地方去啊 现在哪儿都不安全 除了 除了 除了灰房子 灰房子 对 在室外容易吃枪子 必须找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地方 灰房子是关押灰影的地方 除了生活日用品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 基地的人 不会有精力注意到那里 趁他们都往前跑 咱们退回去 听程叔叔的 没错 好 图图 抓紧姐姐的手 好 第二小队跟我突袭 老了你上直升机 搞空配合掩护 童兄 你负责正面指挥作战 秦洛和徐如虫负责监控 随时了解敌方动向 密败 图队 敌方正在抓我证据 基地里面的灰影 遭受的大规模毒杀 告诉地面人员 把整个基地看住了 天上危的给我打下来 地上跑的给我接下来 一个都别想跑 小赵王 别哭了 天无绝人之路 咱们再坚持一会儿 说不定待会儿救你 他们想扎掉整座大楼吗 兔兔 过来 到头 叔叔 叔叔叔叔 你还醒醒呀 兔兔 你没受伤吗 没有 叔叔叔 你呢 叔叔也很好 还好个屁呀 老子浑身骨头都像断的 这回估计真的去见上帝了 他们把这一带的建筑全炸了 来人 马上有生命探测仪扫描这边区域 快 苏青 苏青你在哪儿 苏青 胡不贵 胡不贵 我在这儿 你他妈倒是快点来救人 快来 在这边 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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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你了 胡不贵 你总算来了 苏青 这孩子已是灰马 来 先把他推出来 走 别怕 叔叔会救你们的 那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啊 救命 救救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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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有个女孩子 赵姐姐 冯兄 我这边发现幸存者 搜救队什么时候到 五分钟之内 苏青 你还好吗 再停一会儿啊 那边有你一个同伴 小姑娘的声音突然停了 我怕她有危险 你再等我一会儿 不 别走 不要再这个时候放进我 不要 你快回来 我要死了 你怎么样 别乱动 我马上送你出来 我居然相信这个混蛋会来救我 自己都靠不住 还想靠别人 这个别人 还是个死要救的对象 我这种不会飞的鸟 就活该摔死我 真的 真的好累 部队 小叔队来了 好 苏青就在那边 他被罗班卡住了 快帮我救他 是 你们快来 这里有个伤者 先把他挖出来 七仙队准备好了啊 快 出来了 出来了 苏青 苏青 苏青你怎么样了 你 他怎么伤了这么重 流了好多血 医生在哪儿 快 快来救人 快 准备强行阵 再拿下这些帮带过来 好 苏青 苏青 小苏 你要停住啊 苏青 小苏 心脏停止了 血压也消失了 小苏 准备直流电机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刚才没有发现 他的伤势已经如此严重 为什么让他一个人 让他一个人 待在分居下等死 为什么会发现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苏青 从头到尾都是我害了你 救救你 一定要活过来 救救你 不行 他已经死了 什么 这不可能 他几分钟前还能说话 怎么会死啊 继续抢救 他一定能活过来 火队 我们已经尽力了 生殖失血过多 挖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刚跟他说过话 我 我来的时候 他还活着 他怎么会 都是我的错 苏青 我不该丢下你 我 我明明发过誓要保护你 我却没有做到 苏青 苏青 你醒过来 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好吗 苏青 等等 他扫骨上的灰影 还在流动 可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灰影波动 很可能是因为体温还没有彻底散失的缘故 不 不是这样 你不懂 灰影是能量精 在皮肤上的投影 还在流动 就说明他的能量精 还有活性 灰影的体质 也比普通人顽强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是负责人对吧 快叫人把苏青送到蓝影激发器那里去 蓝影激发器 那是乌托邦的核心科研成果之一 已经被他们销毁了 我知道那边的地下室还有一台报废的 那是储存废品的地方 应该还没有被炸毁 我明白了 快 太极商业跟我来 教授 怎么样 这一切能修好吗 能是能 但我需要一个助手 程教授 你是 我是许如虫啊 贴大物理系 零六级的学生 您还记得我吗 哦 记得 记得 小雪啊 您来得正好 快帮我修这台机器 好 这世界真小 你们看 苏青的灰影从半月变成整月了 灰影恢复流动了 这孩子的命保住了 苏青 胡队长 苏青怎么样了 哦 大夫说他的生命体征平稳 伤势也正已比常人快齐倍的速度恢复 真是不可思议啊 现在 他可是一个拥有双核能量精的灰影了 也就是人们说的特异功能者 哦 对了 程教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之前 我也接触了蓝印改造 能感应到苏青的情绪 可是他在废墟里 濒临死亡的时候 我却什么都没有感应到 这是为什么 你是二星蓝印吧 我想苏青当时的心情 一定很悲伤 可是对二星蓝印来说 悲伤是一种受身体排斥的反向情绪 所以你感应不到 这么说 我永远无法感应到他的悲伤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当你再度陷入脆弱无助的境况时 就像初期的命运一样 我仍然会决心 苏青 我仍然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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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torn between his honor and the trouble of his life he'd break up all that was denied so many dreams were broken and so much was sacrificed was the world that I once belonged and had to leave behind so many dreams had passed her word of no one in the highest will all our sins be justified the curse of his powers tormented his life obeying the crown was a sinister crime his soul was torn and cherished by love and by pain he's surely worth fleeing by the oath made him stay he's torn between his honor and the trouble of his life he'd break up all that was divine so many dreams were broken and so much was sacrificed was the world that once belonged and had to leave behind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er word of no one in the highest will all our sins be justified please forgive me for the sorrow for leaving you in fear for the dreams we had to silence that's all they'll ever be still I'll be the hand that saves you do you not see that it is me that it is me that it is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